哈喽大家好,我是主任 今天我们来主要介绍两款免费的AI机器人 字节跳动的扣子 以及OpenAI最大的竞争对手 安斯Rawpick初创公司最近发布的Cloud3 还会介绍Cloud3跟微软Copylet和谷歌Gemery的一些对比 那么如果你也喜欢AI工具或是前沿科技资讯 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探索吧 好,我们首先来介绍扣子 扣子是字节跳动旗下开发的一个AI机器人开发平台 对应的字节跳动开发了两套 它有个中文版的叫中文的扣子 但是这个扣子的机器人很受限 因为它这个大圆模型不能选拆的GPT 只能是字节旗下的云雀 跟扣子搭配的字节平台有一套机器人的承载平台 你可以理解为扣子是开发机器人的平台 开发之后这个机器人去到这个叫CC的这个与承载 对应的也是两套,中文叫豆包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在这个金融图条,抖音都已经继承这个豆包 好,我们今天就讲扣子去如何开发一个自己的机器人 好,我们首先点击右上角的login 这里支持手机号跟谷歌的一个登录 我们直接用谷歌进行登录 登录以后呢,这只是一个事例 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创建我们这个属于自己的机器人 我们先来到这个左侧菜单栏,有一个BotStar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所有公开的一些现有的机器人 这个个人用户去创建的 这里有点像OpenAI的GPT-S商店 跟那个类似 但是扣子会比GPT多了一些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通过这个Telegram 把这个机器人部署到Telegram上 也可以部署到Discord上等等 包括CC,待会我们会有讲到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Plugin商店 这个插件商店呢,其实是一种能力 就是说你这个机器人里可以用到哪些这些能力 就像之前的这个GPT Plugin 就是XGPT那个插件一样 这有到13,然后谷歌搜索,Github等等 这些有官方的,也有个人开发的一些东西 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个插件,供大家来使用 最下面有个Team 就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协作者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Team 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Team里再去创建机器人 OK,我们今天先来用个人账户来创建一个机器人 在这个Personal里呢 我们除了这个机器人和差价以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Workflow和这个Knowledge 这个工作流和这个知识库我们待会会有讲到啊 我们点击Create Bot来创建一个机器人 今天就叫特事AI机器人 这里我们可以输入它一个描述聊天机器人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generate一个它的头像 这里跟我们之前影片介绍的GPT-S很类似啊 OK,创建好以后呢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样一个机器人就创建好了 在这个页面跟我们之前影片介绍的GPT-S也非常类似啊 我们可以选择它的语言模型 可以看到这里支持GPT-3.5,GPT-4,Turbo 这里是完全免费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Turbo 可以选择它的语气啊 回复的最大上下文长度和这个这个选择对话的轮次啊 左侧呢我们可以输入你这个机器人的功能啊 可以用中文去进行一个输入 我这里也是准备了一段中文的输入啊 我们可以键入之后呢 点击这个Optimaze 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优化 这个就好像我们之前影片介绍的那个GPT-S创建的时候 跟那个约束格式是类似的 我们点击右字啊 右侧呢首先是一个Plug-in 就是它的能力 这个机器人到底有哪些能力呢 我们可以点击可以看到这些什么导意啊 谷歌搜索啊 那这里多了一个AI自动帮你去 根据你的提示词去提取啊 我们点击这个 可以看到它AI自动帮我们提取了一些能力啊 包括我提到的导意3图片生成 和这个YouTube视频的搜索 它都通过我这个提示词自动帮我们找到了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接下来是一个工作流 这个待会我们会想到它如何使用啊 这里先掠过 下面这个知识库就跟我们之前演示的这种 给它传一个唐氏三百首这种知识库 它可以去进行检索一样啊 这里我们就一带而过不演示了 下面是一些变量和数据库 一些内存啊等等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研究一下 下面是一些定时任务啊 跟这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起始的对话内容 我们可以一键自动生成 OK 生成好以后 这个也是跟CPTIS有点类似啊 下面是这个自动建议啊 这个也是默认就行 这个语音 这个语音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语音的角色 语种 它用哪种语言去回复你啊 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 嗨 我在这里陪着你 你好呀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我记得 我们随便选一个中文啊 点击确认 这样其实一个GT人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跟他试一下 你好 可以帮我生成一张卡通形象吗 可以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他已经调用刀一三的能力了 他已经帮我们生成了一张卡通形象 那我们继续跟他说看 帮我搜索一些介绍sora的视频 他用的youtube 用到我们这个youtube这个插件的能力啊 他说很抱歉 无法直接搜索youtube的视频 因为使用 超出了使用限额 OK 那可能是这个插件的限额被 今天已经超 超出了 因为是免费的一个平台嘛 OK 那这样一个机器人就基本上是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还有个analysis 这个是介绍你这个机器人 当天使用的一个情况 跟总体的一个使用情况吧 因为你可以发布到这个机器人上电嘛 供大家来使用 OK我们再来试一下 跟他的一个语音输入啊 我们点击这个自动播放 我们跟他随便说一句话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他就用我们所指定这个音色来回复你了 OK这样一个机器人就建好了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publish 发布 这个时候呢 发布的时候会有一些选项啊 你要不要同时发布到其他的平台 就是我们勾选这个c 它默认是支持把它发布到cc平台上 那么我们也可以配置到telegram电报 或者是discord社区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config OK 点击这个how to get discord bot 它会教你如何去弄啊 那我们这里去演示一下 首先点击discord开发者啊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应用 那么就叫这个测试AI机器人 OK 创建好以后呢 我们点击左侧的这个bot 我们把这三个权限打开保存 OK 我们来到这里可以看到一个token 我们点击reset token 然后输入我们的账户密码 OK 它会我这里会生成一个token 这个token我们去调用它的API的token 输入以后保存 这样一个discord就配置好了 我们把discord也勾选上 然后在这里我们勾选要不要给别人用 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机器人公开到这个机器人商店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你发布的时候 要不要公开你的这个配置 如果你公开你的配置的话 对方在使用你机器人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你机器人的里面的一些使用的插件 使用的workflow 使用的能力等等 那我们选私人就好了 选一个类别 你这个机器人是干嘛的 我们这边选一个角色就好了 Change log就是你这个版本的更新内容 我们可以点击让它自动generate 它自动生成出来 OK 它会把你这次的变更给你打印出来 好我们点击发布 OK 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就已经发布好了 我们可以到这个CC平台 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一个机器人承载平台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CC平台里进行使用 可以跟它进行一个对话 看到这已经有咱们的这个机器人了 也可以通过Discord去来使用 Discord怎么使用呢 我们点击这个Open in Discord 可以把这个机器人拉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 点击授权 OK我们前往 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服务器 可以看到右侧有一个测试AI机器人 这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机器人 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个对话 它也可以用它所有的这些能力 随便跟它说一句话 它回复我们了 你也可以让它帮你生成图片 因为我们有Discord的能力嘛 就只要add它就OK了 帮我生成一张海豚 OK 比较慢啊 它帮咱们生成了一张海豚的照片 通过用这个Discord的能力 好 这样我们机器人就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点击Finish 好 发布以后呢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它跟GPTS的一些区别的点 首先它是支持多代理模式 这里可以选择它默认是单代理模式 那什么是多代理模式呢 我们点击这个多代理模式啊 可以看到它是类似于一个工作流的一个 可视化的一个操作界面 这里其实是它是可以支持我们去用多个 同一个机器人用多个配置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原有的这个配置上 我们再复制一份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些其他的功能 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呢 我们可以用它这些其他的功能模式 可以加一些其他的agent啊 boot啊等等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这来测试一下 好接下来介绍一下它的另一个模式 就是这个工作流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工作流呢 可以看到 现有的这一些就是其他人开发的一些工作流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看看 比如说这个抖音 我们点击这个工作流的副本 可以看到工作流允许我们创建一个大原模型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代码知识库和一些行为 也就是外部调用函数 还有一些变量 我们可以看到抖音的这个工作流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query关键词 它通过这一系列的流程去帮我们查 在这个抖音视频里去查询 点击test run ok我们这里 好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test run 我们输入一下关键词 比如说我们输入老高与小孟 点击run 可以看到这个工作流这个pipeline正在运行 输出一个链接 我们点击这个链接 可以看到它最后输出一个fake的一个 老高与小孟的一个抖音视频 ok我们再次点击右上角的publish 可以将这个工作流添加到我们当前的机器人当中 添加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 到他我们可以让他帮我在抖音搜索 窝包肉的做法 他就具备这个工作流的能力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通过这个 好的 请点击这个链接 在抖音上查看锅包肉的做法 观看视频 ok我们把这个 希望你能喜欢这个做法并尝试制作美味的锅包肉 点击这个链接 可以看到 确实是检索出来了 这就是工作流的一个用法 跟这个外部函数调用类似 但是它这个更可以支持一些更复杂的一些场景 ok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扣子的一个机器人的创建 这里有很多高阶的用法 还等待大家去自己去探索 目前扣子是完全免费的一个状态 我们创建好机器人以后 我们可以将这个页面收藏一下 我们可以以后再来去使用 我们也可以到CC里这个页面去跟它进行对话 并且CC是支持这个谷歌应用的 我们可以在谷歌应用里在小窗口 也可以跟它进行一个对话 很方便 好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Cloud3 Cloud3是这个Otheropic这个公司 在3月4号发布的 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叫阿莫德 他之前是在OpenAI工作过 后来独立门户了 据传闻说是跟这个山毛奥特曼这个观念不同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loud3的介绍 Cloud3这次在3月4号发布 是直接一口气发布了三个模型 最低配的是太库 中间是SONAR最高的OPATH 这个OPATH是它的最高水平的大约模型 数据上来看已经超过了TPT4 数据上表明说是已经相当于一名本科生的强度了 然后就是它这个速度更快 识别能力更强 包括一些科学图表数据等等 然后就是对于一些像之前的因为版权 或是一些敏感词要拒绝回答的比例要有缩小 它的一个准确性 支持这个最长200K token的一个上下文窗口 这些数据我们看起来没法直观感受 所以我们直接来试一下 我们先到这个Cloud官网 目前官网如果是非Pro用户的话 我们是无法使用这个OPATH的 我们需要订阅这个Pro版本 每个月20美金才能去使用这个OPATH的大约模型 我们今天先来用这个普通版给大家测试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它这个官网首先它会给你一些示例 我们挑几个 我们再去跟Copilot和这个Germany主流的这些大约模型进行一个对比 我们首先就看一下这个官网里有一个介绍这个食材 这个照片上是一个食材 这个三文鱼 让他告诉你让他去介绍当前这个菜谱怎么做 我们点击一下翻译 跟大家说一下 OK 我们翻译一下 从图像来看 它是一个烤三文鱼等等 告诉我们的这个料和一些提示步骤吧 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去找一个其他的例子来试一下 再试一下这个代码 Cloud3可以把一张图片用代码去实现 他这是这个提示词给我们是说把这个转换成react的一种css的写法 我们试一下 OK 他也能给我们一些代码 让我们待会再去这个Copilot和这个Germany去试一下 OK 我们再来试一下一些其他能力 就找他这个官方的介绍吧 这张图片是一个白板上的有一些会议纪要 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公司开会 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 在白板写一堆字 来不及去记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拍张照 我们试一下 去让Cloud3去总结一下 归纳一下 可以看到他把这个白板上的文字已经召唤出来了 好这三个例子 我们拿到这个Copilot和Germany去做一下对比 好我这边也是用原始图片原始提示词 我们在Copilot也试了一下 基本上一样 同样的这个实材 同样的步骤 也是五步大概是 Copilot还给了一些这个检索的出处 一些网站 还有一些实材 第二个呢 也是同样的是一张图片 给他告诉他 正常代码 Copilot也是给出正确的代码 差不太多 第三个呢 也是一个白板上的文字 Copilot也能正确的提取当中的文字 都是没问题的 这个相差不太明显 然后Germany这边呢 我也是同样的提示词 也是正确的给出了困执方法 但是Germany的步骤少了一步 下面这个网这个代码 也是成功的给我了一些代码 但是看起来好像少了许多 但他把这个名词解释给我们列出来了 一些变量的解释 第三步的提取白板上的文字呢 Germany这边提取的不太好 漏掉了后面的一些信息 这是Germany的一个表现 明显不如前面 然后回到主页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Cloud3呢 如果我们不是Pro版本的话 每天是有次数限制的 用多了的话 在这下面会有一个提示 到明天早上的凌晨三点 我才会刷新 所以大概一段时间内 应该是有五次的Fenheimer传输 但是当你升级到Pro版本的时候 你会增加五倍的防满量 给你多加了五倍的防满量 大家权衡 这个Cloud3呢 它其实现在目前 只针对于分析是比较出色的 但是刚才我们对比了 其实也大差不差 除非你要分析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场景 它是不支持像道一三这种生成图片的 因为创业公司嘛 现在是亚马逊跟谷歌在投资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一波了 然后再来介绍一下Cloud3怎么注册 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 你就直接登录你的国外的邮箱 验上你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Cloud3是必须需要验证一个手机号 作为短信验证网进行验证 那么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 除了邮箱的话 你需要准备一个接码的站点 当然如果你有国外的手机号也可以的 如果你没有国外的手机号 需要有找这些虚拟手机号的一些 接码的一些站点 我们举个例子 当你登录以后 它会提示到你需要输入一个虚拟手机号 这里我们需要找一些虚拟的短信接站的这种平台 我们找到对应的服务Cloud 号码验证 找一些比较便宜的一些国家就可以了 这个平台也是一样的 我们找到对应的服务 我们点击接收服务的短信验证码就可以了 这个国家已经没有钱了 我们再换一个 澳大利亚已经接收成功了 当我们这块有验证码之后 我们输入对应的验证码就完成激活了 这里我们输入一个名字 我们先进去 ok 它有一些验证的过程 这样就进到主页了 这样一个账号就创建完成了 当你操作之后 你这个账号被提示什么被封禁等等 之类的一些文案的时候 怎么办 大家可以去尝试去某宝上去买一个 账号也没多少钱 大概就两块多钱 或者几块 大家可以先去使用 如果想尝鲜的话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自己操用的扣子搭配CC 目前完全免费 绝对是我们的不二之险 而后期之秀的Cloud3 像文声图文声视频等领域 还暂未涉足 仍需要继续努力 而微软的Copilot和谷歌的Germany 为了应对最近的AI浪潮 也都纷纷推出了Pro版本的免费试用 那么你最常用的AI机器人是哪一个呢 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辛苦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